大家好,我是北美虎哥 上一次咱们讨论过 Reflex就是反射性的 瞄准器,就是这三把枪 没有看的朋友们可以去 下面的点击一下 下面的链接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望远性的瞄准器 那好吧,咱们先就这两把枪 好,就是这把枪 我买这把枪的时候 是因为想打更远一点 就是18寸的枪 枪管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所谓叫L Low Powered Variable Optic L-P-V-O 这种东西都是 1-5倍,1-6倍,1-8倍的 这个我买的是Vortex的 Strike Eagle 1-8倍的 1-8倍的瞄准器 然后呢 前面是24毫米的 前面是24毫米 然后整个这个 就是这个Tube是30毫米 因为它有普通说24的,30的,34的 就是我买的是30毫米的 它的好处呢就是 在1倍的时候呢 就像反射性的瞄准器一样 两个眼睛可以 两个眼睛可以一同时睁着 然后呢 去打枪 然后呢 但是比如说要想打远一点东西呢 我就可以翻一下 到6倍啊到8倍 然后这样的话呢 打得也非常准 用这把枪的时候呢 说实在这是我最准的枪 在100米的时候 我可以打到 就是一寸半到两 一寸半成一寸半的 就三发子弹可以 三四发子弹可以打到一寸半一寸半 然后呢 这个 就是 万远性的标准性的好处呢 就是说可以打得很准 而且可以看得很远 但它缺点 但它有一些缺点 首先它很贵 这是最便宜的 300 这是最便宜的时候呢 现在是卖400块钱左右 我买的话 打折的时候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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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当然了 越好的瞄准器越贵 再往上走的话 就是600 700 1000 1500块钱的 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它沉 它最轻的 也是起码要 就是一磅 大概就16 16个盎 然后普通的时候呢 七八百克的话 都是很普遍的 第三个缺点 是我 最不喜欢的缺点 就是说呢 它对 它对 就是说脸贴的 枪 枪脱的要求非常高 就是说呢 比如说 现在我在 我在八倍 对吧 我 我脑袋在左边和右边动一厘米的话呢 就看不见了 就变黑 然后呢 一会儿你可以看见 我也竖了另一个小短 比较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缺点 所以说呢 要想用这种 望远镜的话 最好是 要不然在坐 要不然站着打 不是说跑来跑去打的 因为很容易看不见 所以说呢 因为知道这个缺点 所以说买了 这种45度的 所谓叫offset 就是普通妙净情 就是比如说我在六倍的时候 在打枪 突然我想打进出的话呢 我不需要 不需要用 把一个手拿出来 然后再去扭这个杆 然后我就是45度 就可以马上打 这个马上打 比如说 这个暂时 弥补一些 这个缺点 好 这把枪 沉死了 这把枪是 不像是其他枪 这些都是A215 这个是A20 它打的就是7.62 称51的子弹 就是子弹大多了 而且它也很沉 我买这把枪的原因 就是我想打远一点 比如说 这些它打到300米 差不多就到头了 这个的话呢 因为是子弹大 子弹沉 可以打到 可以打到 600 700 800米 所以说当时呢 因为打远的话呢 我也就买一个 更大的 更大的标准器 这个是3倍到15倍 3倍到15倍 而且你可以发现 这个很 就是前边那个 也很大 50毫米 所以说在晚上打的话呢 也是 也是可以看得清楚 它的缺点呢 就像 就像 就像所有的 望远性标准机 它非常沉 这个 这个是800克 800 900克 这个重量 然后呢 价钱呢 也很贵 我们打折的时候 我记得是 550块钱买的 普通价钱是700到800块钱 但是因为 它的价钱贵 就是它档次要 要比这个高一点 首先呢 这个看的 就是非常清楚 不管是 在3倍 还是15倍的 然后呢 就是看的目标 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跟这个比 就清楚多了 比如说这个 在8倍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那个 目标会有点虚 看的 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这个非常好 然后呢 哦 对了 阿芭说了 Vortex 我买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保险 就是它的那个 它有中身保险 就是说呢 比如说 不管是怎么坏了 是你自己摔的 还是它 还是它的就是坏了 只要把它送回去 它就可以换个新的 Buris也有同样的 也是同样的 就是说 不管怎么着 也是 也是 也是大会给你换个新的 嗯 对 然后比如说 这个枪的话呢 在换 换的话也是差不多吧 也是换一毫 一毫米出来的话 也就是看 不是稍微清楚 但是因为 比如说 这把枪已经很沉了 所以说 我没有按 就是这个45度的 offset的东西 而且我也知道 就是说 这个我也不会 不会拿这把枪 跑来跑去 所以说 我就只有一个 没有人气 那好 那刚才 就是这两次呢 咱们说好了 反射性标准器 也说过 抱怨性标准器 剩下的这个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买的 最新的标准器 也是Buris的牌 它是 下面呢 就是 就是放大性标准器 1到6 1到6倍的 但上面呢 它有一个 反射性标准器 就是 一个Buris Fast Fast Fire 3 它的好处就是说呢 可以就说是 在远处打的时候呢 马上可以调到 红点 所以说这样 这样的话 也可以是用 进处打 它的价钱 它打折 从600块钱 打到400多块钱 是我买的 我知道这个 它的号是 RT6 就是RT6 我知道它 自己的话呢 是350块钱左右 所以说它质量 不会比这个Vortex 好的多少 但是呢 我对这个挺好奇 网上 网上的 网上其他的评论呢 说它不错 所以说我就花了400块钱 试试 然后呢 我准备把这把 就是这个 安到 我还没有做的新枪上 所以说再过 两到三个礼拜之后呢 我跟大家讨论一下 怎么去从零 开始 组装一个R15 那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咱们下礼拜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